尼哥清唱 毕业生开心的接受校方表扬 及学弟妹的祝福 毕业生表示 非常感谢学校四年来的栽培 看到毕业结出校友的表现 期许自己也能像学长姐一样 将来也能回馈学校 回馈社会 今天毕业很高兴 而且议员学姐又回来 希望以后可以跟学姐一样优秀 那学校这四年当中学到了很多事情 也学到了很多技能 谢谢学校对我的栽培 南开科大在地扎根已经41年 现任校长陈游龙表示 南开科大是南投唯一的科技大学 在校务发展上 定立目标要与南投的产业结合在一起 南开科技大学 是南投的唯一科技大学 所以我们已经制定了 定定了确立 我们的校务发展目标 应该要跟南投结合在一起 现议员陈昭玉也是本届硕士班的毕业生 议员表示相当感谢在校时间校方的指导 也呼吁民众活到老学到老 大家都可以回到校园再次进修 学海无涯 真的是毕业了才知道 学问要追求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要感谢这两年来 我们所有教授们精心的一个指导 及同学互相的一个辅助 尤其在这边要来跟大家来勉励 希望说优先要来讨论的人 永远都没有嫌疑 现议员廖子佑也是杰出校友 特地回到母校官里 也提到校方在近年来的杰出表现 并以校友的身份鼓励大家 到该校进修再次学习 我们看到南开这几年 对在学术方面的一个成长 还有在我们整个校园观感的一个成长 以一个学长的身份 也要呼吁所有的想要在进修 想要在学习成长的所有的好朋友 南开是你们再次学习 再次进修的好地方 学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 是每个人都应当努力的目标 透过不断的学习 我们能在人生旅途中 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希望政府能结合校园 提供更多元的学习场所 也能将地方产业与校方结合 使地方教育提升 也带给地方繁荣 迷一新闻杨志凯 草屯采访报导